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中華民國111年的4月24日 星期天 今天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顆白色 到底有多會生 到底是多會生 今年呢 我們幫他去年 幫他嫁接了那個瘦粉樹 瘦粉枝之後呢 今年掛果非常非常的多 已經輸掉了很多了 但是我發現 還是很多啊 目前沒有沒有套袋的狀況 還有非常非常多 沒有套袋的果實 依舊非常非常多 白色在台灣 非常稀少 很少人種植也很少人知道 不過有些零星的栽種 在嘉義啊 或者台南南部的地方 有 白色又叫冰淇淋果 因為他吃起來口感跟冰淇淋 非常的雷同 我先帶各位看一下 這幾隻就是瘦粉枝條 今年完成任務之後 他垂下來了 所以這等這些白色都收成完之後 我們會幫他做個修剪 順便再把這個枝條呢 架接在別的地方去 瘦粉枝條呢 今年沒有掛果 倒是這個主要的品種 掛了非常非常多的果實 大部分都還是沒有套袋 好 那我們會把一些稍微有被果蠅釘咬到的 就把它摘掉 好 等一下地上再來 再來撿 像這個都果蠅釘到 就把它摘掉 好 待會再來撿 而且我們在實驗過程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 沒有需要 不需要用人工授粉 因為他 本身呢 就是 從沒幫他們做授粉 所以為什麼我說不用人工授粉 因為當初我們有做人工授粉 是在我們 底下 我們站著這個 地方 人站的地方 往上可以授粉的地方 我們才有授粉 至於上面 上頭那些地方 我們根本就沒有幫他授粉 但是他一樣 都有成功授粉 那表示什麼 除了我們人工授粉之外呢 還有一些其他授粉的一個 因子在 所以應該就是 蟲蟲幫我們授粉 哇 你看這種壯觀的樣子 嚇死人 哇那顆好大顆 還沒套起來 待會上去 我看我爬上樹 帶各位去看一下 樹已經蠻蠻大的 蠻粗的 可以讓我爬上去 OK 我先帶各位爬上去 好的我已經帶各位爬上來了 這樹還蠻大的 那樹上呢 有很多 你看 這些都是當初呢 我們沒有上來幫他授粉 但是你看他的樣子 一樣非常大顆 還在成長 那邊也是 這邊也有很多 不過我 我應該 站在上面 有點抖啊 你看 我腳踩在這個枝幹上 有點抖 所以動作不宜太大 這邊也都是 哇後面一堆 轉頭過來 這都是啊 這都是啊 聽說這白石在 在 一兩個月了 在一個月 可能就可以收成了 就開始陸續有收成 所以我昨天跟老哥說 這些沒套袋的 全部把它拔掉好不好 他說 不要了 就是還是把那個 那個 從吃過的 拔掉就好了 因為接下來要採收了 有點 有點可惜 像這個 太小 拿掉 哇 有點抖抖的 走走 你看那邊也是蠻大顆的 沒有套到 但是蠻大顆的 這裡也是 相當的多啊 白色是我們種牛奶果之後 再接觸的一個新興的果樹 所以對他的管理 沒有比牛奶果還要深入 你看這個就被蟲蟲吃掉一摘就掉 把香蟲拔掉 相信未來大家如果接觸白色多一點的話 知道他的美味之後 陸續可能就會有人接著種植 不過白色很會長超級會長 所謂超級會長他長勢很快很強 一不小心他就變成大樹了 所以呢管理上要多費點心 不然像我們這顆已經變成大顆了 真的很難很難處理 尤其套袋就得花上非常多的功夫 慢慢爬下去 好 OK 好 下來 這顆有大顆,這棚要套起來 看一下它有多大,這是我的拳頭 OK,束縛蠻大的 營養很夠,這顆白絲的養分很夠 那有些人說我們吃什麼肥 就是以前呢,樹底下 樹底下呢,會放一圈的那個一兩袋那個羊屎 然後再把一些甘草或者是剪下來的枝葉堆在上面 它慢慢的就陷下去,然後慢慢成為它的養分 不過這個有個很大的缺點就是蚊蟲會很多 蚊蟲會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園子裡面蚊蟲少一點 就不適合這樣做,因為蚊蟲會非常多 不過對樹的一個 一個養分在回流回收的一個機制還不錯 就是比較接近大自然 簡單說就比較接近大自然 但是接近大自然就是蚊蟲會很多 來園子喔,必須全副武裝 我們到樹的外圍看一下,外圍這邊也都有 OK,那就簡單的一個介紹 帶各位環視一下這顆白色的狀況 好,我們下次見囉,掰掰